文化季与临前 部落族人进行请生计 敬拜土地阿丽族 感恩神灵保佑丰收 族人表示 经调查民里部落约有70多富 民不足情 包含马卡道、大乌龙等族 每年农历10月15号是部落丰收季 会特别挤伴祭祀 民里部落其实最早 是由南部地区的 旗山系统的平埔族群 大概有二三十户的时候先迁入 然后迁入了之后才有一些 其他的西南部地区的平埔族群 然后陆陆续续的迁入 它除了旗山系统以外 然后它也有老农的系统 然后也有恒春跟仿寮的系统 所以整个民里部落的 整个族群结构来讲的话 它是非常非常多元的一个系统 部落今年首度以文化祭呈现 马卡道族丰收季 族人着传统服饰进行请神 迎花龄、怡龄跟送神仪式 这次文化祭也特别举行 成年礼祭青年会长冠冕仪式 会长的工作蛮多的 要就是要去上山砍木材啊 然后还有一些东西啊 都要会长来处理 然后会长带底下的学生 底下比我小的小朋友 一起上山去用这些东西这样 大家都很高兴来参加这次的祭典 然后可以把自己的文化 表现出来给大家看 然后大家让更多村子里面的人 来参加参与我们的活动 明里部落文化祭 特别邀请尤静的道武龙族 即来自台东市阿西罗埃部落的阿美族人 分别演出歌舞共同余龄 透过文化祭 希望增加族人自我认同 并传承传统文化 不论是哪有的 无患色无奄奄 明镜新王访问了 外联副理采访报道